那我看來這題喔 他說這邊有個翻程式 他說兩根為連續正整數 來 什麼叫連續正整數 老師舉例 想要說一個是5 另外一個是6 如果說一個是12 另外一個是13 對吧 想要說一個是37 那另外一個是38 這樣行不行 所以連續正整數有什麼現象 彼此直接差幾 差1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題目說什麼 這個翻程式當中有兩根 兩根為連續兩正整數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這時候可以假設兩根為多少 我可以直接假設兩根多少 一個叫α 一個叫α加1 行不行 因為連續正整數彼此差幾 差1嘛 所以一個叫α 一個叫α加1 好 寫到這邊有沒有兩根呢 有 有兩根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只要考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 兩根 麻煩你馬上去想到 兩根字合和兩根字機 這樣行不行 所以兩根字合 把α加上α加1 兩根字合自己 負擔A分之B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A是1 B是負7 C是幾 K 所以兩根字合是負的A分之B 負的1分之負7是7 7 兩根字機把這兩相成 A分之C 1分之K是7 K是出來了 寫到這邊 麻煩你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去把α算出來行不行 所以一怪2α等於6 α是3 α是3帶進去 3乘3 3加1 3乘4 12 所以K就是7 12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好 把這邊看一下 OK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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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